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生这样的事 让你受苦了 雪儿只是希望今后府中 不要再有这样的恶人出现 既然郑大娘已经送官 那内务总管的位置 总该有人顶替吧 这件事我自会安排 不用你们操心 我觉得三娘身边的巧慧就不错 进府时间也不短 人如其名 乖巧聪慧 定能胜任 二娘 您觉得呢 巧慧笨手笨脚的 眼力又不好 她怎么可以做内务总管呢 三娘 这么说就不对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学的 巧慧虽然没有郑大娘能干 可是有的时候 品行比能力更重要 我看中的是巧慧的品行 二娘 您说呢 好吧 既然是这样 就让她试试看吧 还不快谢过二奶奶 谢二奶奶 谢二奶奶 我有一世不解 为什么他们让你当总管 这并无意外之处啊 可这是个大好机会 少奶奶 为什么不让自己的丫鬟掌权 而是我呢 这就是她的聪明所在 此话怎讲 这一来 她可以利用我去制约二奶奶 二奶也不会让人家说她假公济私 反而说她十大体 有利而无害 原来是这样 这个双奶奶果真不简单 每次的大难不死 都不是一个意外 每次都会有人来救她 命中有贵人 这不用说 她自己 也是一个会筹谋的主 不esis 二少爷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我出城办点事 您先坐二少爷 你看到我是不是挺惊讶啊 长贵大 你到底有什么阴谋 为什么要害我 二少爷您这话说的 我哪有什么阴谋啊 长贵大 我再问你一遍 为什么要害我 二少爷您这句话 我就听不懂了 我怎么可能害您呢 秋容都已经交代了 你还在这儿装 二少爷对不起 小的也是被逼的 是二奶奶叫我做的 一切都是二奶奶指使的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是二奶奶让小的做的 二奶奶跟小的说 只要小的 把二爷给做了 他就可以在房间一手遮天了 你血口喷人 小的 小的对天发誓 小的说得句句属实 二 二奶奶还说过 不止让少爷回不了完成 还要让二少爷 永远见不到二少奶奶 二少爷 小的真是被逼的 小的真是被逼的 二少爷 你别走啊 二少爷 二少爷 你叫我 我是被逼的 秋荣 你这是干嘛 方大哥 你就让我走吧 秋荣 你的腿都弄成这样了 你还能去哪儿啊 天下之大 怎么还会没有一个容身之处呢 方大哥 你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秋荣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的腿一辈子不好 我便照顾你一辈子 这番话 如果是当时在河边的时候你对我说 我会分不共生地跟着你 可现在我是个瘸子 我是一个一无是处 只会给别人添麻烦的瘸子 你说你会照顾我 你也只是同情我而已 你知道吗 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的同情 秋荣 可你的腿是因为我而断的 我怎么可以把你抛下不管不顾呢 其实这几天的消除 已经是上天给我最大的眷顾 我不敢再奢求什么 能遇见你 已经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了 如今细尽了 人便该散了 秋荣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跟着我走 离开这儿 我们一起去乱城 我保证 不会再让你过苦日子了 相信我 好吗 方大哥 其实我什么也不求 我什么也不想要 我只想陪着你 每天都能看见你 做一个服侍你的丫鬟 我就知足了 郑大娘 二奶奶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 你不管我了呢 我怎么会把你弃之不顾呢 让你受苦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一天都不想待她这里 二奶奶 你会想办法 把我弄出去啊 再过几天 等这场风波过了之后 好好好 好好好 二奶奶 你不会不管我了吧 你要明白 我知道你很多很多秘密 如果 你要是不把我弄出去 我可保不清 说出去什么 你这是在威信我 老奴不敢 老奴只是给二奶奶提个醒 不要忘了老奴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你跟了我这么久 你是怎么对我的 难道我不知道吗 再说 虽然你是我的下人 我也是把你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已经想好了 我会找人抵替你 然后 会送你去北方 逼一逼 二奶奶的大恩大德 老奴 只有来世才报了 好好好 谢谢二奶奶 谢谢二奶奶 是 老奴 我 你还要多认识 我私有大头 你也要多认识 哇 我都无疑 我严谓 你做什么 我愿意 你会呢 我愿意 有什么 我愿意 你都报答我 然后就走 不再阻止你跟秦家公子来往了 娘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看你 你大不中流 现在我都管不了你了 随你吧 娘 谢谢你 谢谢你 你 偷什么来 快点洗 我还有这么多衣服没洗完呢 这些不是我的吧 废什么话 让你洗你就洗 你以为 你还是二奶奶身边的红人 我告诉你 二奶奶把你安排在这儿 就像扔垃圾一样把你给扔了 今天你要是洗不完 晚上你就别想吃饭 给我 郑大娘 我要见老奶奶 二奶奶 我不是让你走吗 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您以为 随随便便的 就能把我打发了 那你想怎么样 二奶奶 我跟了你这么久 没有功劳 我还有苦劳 你就掏这么点小钱 不 不是抽要饭的 我们之间 那可是有感情的 那你想要多少 一钱打扬 我哪有这么多呀 二奶奶 这话说给别人 别人肯定会相信 可是我是谁呀 我跟了您这么久 您有多少藏货 我会不知道吗 要不要 我把那些前路说一下 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一个人 那二奶奶 你是给还是不给 你跟了我这么久 多给你一点 也是应该的 那就谢谢二奶奶了 你跟了我这么久 你居然敢威胁我 二奶奶 你又不敢这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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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Drake 我 你 可以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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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奶奶 竟然亲自除掉了自己的左右手 这可真是极大的讽刺 这次多亏了杨春 要不是因为她的通报 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对了 安排杨春离开的事 都准备好了吗 少奶奶请放心 都已经准备好了 杨春这就送走 他落脚的地方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是一个书香门帝 听说那家人带人和善 相信阳春 一定不会被人欺负的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还是少奶奶想的长远 当初放过了阳春 不是我想的长远 只是我知道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你不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也都知道 老夫人病了这么久 都没有起色 而我们方家 最近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也弄得鸡犬不宁 所以 为了方家上上下下的幸福 我打算到山上 为大家祈福拜佛 那二嫂的意思是 你 你要自己亲自去呀 那当然 可是我呀 觉得有点不妥呀 这方家的大小事务啊 都不能耽误他 如果你走了 那谁来做主呢 说真的 这方家 真是一天不能没有你啊 而且 老夫人现在这种情况 她在身边 不能缺了贴心的人哪 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这么想的 要不 咱走 还有雪儿 你就让他们两个带你去吧 好吗 不知道雪儿 不知道雪儿跟三妹 一下如何呢 我也担心 我也担心 去祈福是应该的 我陪三娘同去便行 那就好 那你们准备一下 就启程吧 你们都去了 你们都去了 那我呢 玉凤 要是你想去 就跟他们一起去吧 不不不 我突然想起来 家里还有好多活要干呢 雪儿和三嫂去吧 那怎么行啊 我也要去 紫荆不可以放肆 你们都去 你们都去 我也要去吗 京儿 我们是去祈福平安 不是去游山玩水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祈福平安 那我更应该去了 祖母自由待我这么好 我要向关世音菩萨祈福 保佑祖母快点好起来 对 难得紫荆这么有孝心 就让她跟你们一块去吧 那 我就听二娘安排了 那好 那你们各自回去 准备准备吧 这地方景色真不错 这地方景色真不错 紫荆 怎么这么高兴啊 因为我娘同意 我跟秦大哥交往了 嫂嫂 怎么了 没什么 祝福你 谢谢嫂嫂 京儿 这里是佛门禁地 说话不要这么大事 娘 今天怎么好像一个人都没有 这儿的人不是应该络绎不绝的吗 你是头一次来 当然觉得奇怪 其实 我们方家在鸾成天的香油前 是数得着的 所以每次我们来这里 方丈就会闭门 不接待外客 让我们一家人可以寄心祈福 原来佛门也免不了俗啊 那有解迁的 师傅 我们要解迁 嫂嫂 你先来 嗯 嗯 是主求的这是一个少有的上上千 因缘一道不需忧 意思是告诉你感情方面 你不需要庸人自扰 到时候会有因缘 奉好求皇与畅仇 意思是 因缘到来的时候 他会主动地追求你 千里相逢天作合 意思是 这一切的因缘 都是命中注定 上天叫你们相遇 和鸾琴瑟百年舟 看来就不需要老衲解释了 嫂嫂 你和二哥简直是天作制和呀 我也要解 施主 实不相瞒 你求的这是一个下下千 这卦象上说的 顺应天命 顺其自然 命里有的自然是有的 命里没有的 你再努力也得不到啊 这个不算 我要再求一个 几位施主 客房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施主可前去休息 谢谢 天作合 老天 你会不会也有出错的时候 我这就有什么不待 把我带到樹 去 中间 这么晚 英雄 去 か 我 去 我 我 为何还要我们相遇呢 三奶奶 您怎么还不休息啊 我睡不着 三奶奶 你有什么烦心事吗 我总觉得 这次出门 不是祈福那么简单 二奶奶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三奶奶 也许是您多虑了 她突然间 说要为老夫人祈福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 没有看到老夫人了 是生 是死 谁也不知道 她掌控了家里 所有的一切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全是她一手操控的 谁知道接下来 她想害谁呢 我能不担忧吗 老夫人 她会不会一惊 三奶奶 也许真的是您多虑了 要是真的出了 这么大的事 二奶奶是不敢隐瞒的 但愿是我多虑了 你下去吧 我去看看自禁 是 你 你 你 我 你 凌鸣 你怎么来了 娘睡不着 怎么了 我把你吵醒了 没有 我也没有睡着 娘 我怎么看你有点不开心呢 可能今天路上太奔波了 有点累了 那你应该赶快去休息啊 娘想多陪陪你 娘 长这么大了 还要撒娇 静儿 明天下山跟我在一起 别乱跑 然后我们坐同一辆马车 娘 为什么我不能跟嫂子一块儿啊 在路上我可以跟你慢慢地聊啊 可是娘 我 听娘说 跟进我 怎么样 安排得怎么样了 我做事 你放心 放心 我要看到她的尸首我才能放心的 到了明天哪 一切就都结束了 像主伯女延长 Period 是怎么都结束了 是 Maarten 我retour 静儿担上誇 剩下 会不会 governments 娘 有土匪 这位大哥 你们有什么事吗 你是方家少奶奶吧 是 你们此来是为求财的吧 我这里有些银票 你给兄弟们买酒喝 咱们算交给朋友 我人有胆色呀 把他们抓起来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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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发生什么事了 你心知肚明 都是你干的好事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我就是要说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都是你事先安排好的 你的主子不会教你 我来教你 你是什么神笨 居然敢如此放肆 是你的主子 教你血口喷人的 杏儿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赶快跪下来 给二奶奶道歉 跪呀 二奶奶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懂事 可是我也是一时心急啊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她现在 跟我们走散了 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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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你是说 雪儿跟你们走散了 是啊 我们下山的时候 遇见了山贼 山贼抓走了二少奶奶 就在危急的时候 少爷出现了 少爷救走了她 我们辞职生丹利波 所以就过来 请求你们帮助 你说少爷回来了 是少爷 是少爷救走了二少奶奶 他们现在应该困在山林里 二奶奶 求求你 求求你看在我们 是一家人的份上 救救少爷二少奶奶吧 二姐 现在不是 支气的时候 你赶快派人去找 雪儿和子恒吧 二娘 快点吧 他们现在太危险了 那帮人真的很凶 二奶奶 你大人有大量 刚才是奴婢的错 不应该顶撞您的 可是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 二奶奶 你就发发慈悲吧 看在二少奶奶 是你儿媳妇的份上 你就救救她吧 好了 好像只有你们 心疼在乎他们 我是他们的二娘 我比谁都着急 行了 先下去吧 我自会安排 杏儿 快起来吧 二奶奶 先下去 走吧走吧 有机会 你什么事 这么急着呢 什么事这么急着呢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啊 你这么慌张啊 方子恒回来了 什么 子恒他回 你不是说把他解决了吗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他真的回来了 还把寒江雪给救走了 这可怎么办呢 要是他们回来 肯定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做的 那怎么办 谢碑姐 谢碑姐 让我想想 这样吧 你要记住 这是一场意外 与我们无关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吗 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估计还困在树林里 那就更好办了 我们不要让他们回来就是了吗 来来来 喝 喝 喝了啊 倒上 喝 喝 把他们看好了 你们回来了 大当家还没回来吗 刚收到信 收在路上 待会儿马上就到 好 你们这是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有人花钱买他们的命 你们还挺漂亮的啊 不漂亮我带回来干什么 来 帮他送我屋去 好 你走开 有本事冲我来 到现在你还这么狂 你要有种的话 我们俩单挑 这可是你自承的 她是我的女人 你要敢动她 除非我死 没想到到现在你嘴还这么硬 好啊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来人 给你的松王 上 走 没事 行了行了 你不要在这里晃来晃去 行儿 行儿你知道吗 刚才 差点念成大祸 三奶奶 是我错了 可是 少爷和二少奶奶 现在身处险境呢 我也是一时情急啊 越是情急 越要冷静 无论如何 你刚才 也是不应该跟二奶奶顶撞的 可是这一切 明明是二奶奶安排好的 你有证据吗 这还需要证据吗 除了她 还能有谁 就算我们心知肚明 是她安排的 但是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也不可以胡乱说 二奶奶在我们方家 又其实是寻常人物 我说是你 就算你们少奶奶 也要对她忌惮几分 可是三奶奶 我们总不能一直坐在这儿 是若无睹吧 我知道你担心你们少奶奶 你以为我就不担心吗 我们现在 是要想办法 救出子恒和雪儿 而不是 他俩没有脱离险境 我们这边 又出什么事情 是 是心儿鲁莽 是心儿的错 可是三奶奶 我求求您想想办法 救救少爷和二少奶奶吧 如果 如果 真如我们的猜测 你们少奶奶出事 跟二奶奶脱不了关系的话 那周慧倩 嘴上说得好听 她一定不会真正的去救 子恒和雪儿 那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那我们 就不应该指望 她能够去救 子恒和雪儿 可是经过你刚才那么一闹 可能会把他们陷移更大的险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 都怪我 事到如今 你也不必自责 我看眼下 就只有一个人能救他们 谁啊 秦家少爷 秦家少爷 可是 三奶奶你 现在人命关天 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而且秦家少爷 跟你们少奶奶 从小一起长大 他俩的这份情意 还是有的 就算夕儿去请秦家少爷 也未必会出来 就算是见到了 只怕 会让世人留下画饼 我去 小姐 我也是为了子恒哥哥 跟雪儿嫂嫂来的 紫禁 苗 没事 现在就人最要紧 咱们分头行动 我现在就去找秦 秦少爷了 小姐 我看您就别再等下去了 这秦总管什么时候回来 还不知道呢 那我写封信 你帮我交给他 那好吧 你等一下 一定要帮我交给秦总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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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儿姑娘 你这拿的是什么 刚才门外来的位姑娘 急着要找秦总管 可是秦总管什么时候回来 我还不知道 他就留下一封信 说什么事情紧急 人命关天 对 人命关天 那位姑娘说的 什么样的姑娘 好姓是 方家小姐 对 方家小姐 我正好要去找秦总管呢 你把她交给我吧 我帮你捎过去便是 那感情好 谢谢方儿姑娘了 那我去忙了 我去忙了 看见没 那松户在下面呢 哦 那狐狸精 平时就一副 骚哩骚气的样子 一走起路 上屁股还你还扭 也不怕闪个腰 过不了多久 等她肚子大了 小扭都扭不起来了 到时候再卖骚 估计男人看的都饿些 就这样 还想飞上枝头便缝呢 呸 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面 可不是 姐姐 姐姐 你愿不得我 是你害我这样的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你先对我无情 那就别怪我对你无意了 我恨你 别的 我 都 ngh 你 遇到我 不是 你 子豪 你放开他 不要再安了 雪儿 我没事 求求你 子豪 放了他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子豪 跑啊 子豪 子豪 雪儿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看你变着现在这个样子 小傻瓜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吗 无论生死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就足够了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吗 什么 找我 豪迪对苦命的鸛鸭 来收人贤财 替人消灾 好 我给你们个痛 这就送你们上路 住手 住手 来 查查查 张家的 干什么呢这是 这几天你不在 我们就连点私活 我不跟你们说了吗 可以约祸不可以杀人 但是那家给的钱 实在是太高了 你给我记住了 咱们不是有钱人家的杀手 是是是 他们俩什么人 说是方家的少爷少奶奶 方家 四叔 小姑姐 四叔 他怎么样了 还没醒过来呢 不用担心 都是皮外生 这小子是个好男人 小姐 看到你们俩这么好 四叔真是太高兴了 四叔 嗯 我心里有很多遗团 需要你帮我解答 好 我正好想出去走走 嗯 一晃十年了 没想到十年以后 还能再见到小姐 是啊 这儿 有点点 是 看谁啊 啊 我最喜欢的 不 是 不是 你都没有想到 不知道有多少次跑回了破庙 只是想看你在不在 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可我每次都失望而归 四叔 当日你为什么不回破庙啊 这个说来话长了 先不说我了 这十年让小姐吃苦了 不过老爷和夫人如果在世的话 看见他们的雪儿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这十几年来 我习惯了一个人去想他们 想他们的样子 想他们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每一次 我想仔细看清楚他们脸的时候 却越发看不清楚了 四叔 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小姐请讲 我爹娘当年 究竟是因何而死的 小姐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我只是觉得他们死的不明不白 哎呀 事情都过于这么多年了 小姐何必还更广于怀呢 难道四叔 不觉得我爹娘的死 太过于蹊跷了吗 小姐 这不是你应该想的 死去的人已经死了 活着的人就要好好活着 只要你把日子过好了 想必老爷和夫人的在天之灵 也会安息的 可是如果他们含冤而死 又如何能含笑九泉 又如何 小姐 你累了 早点休息吧 四叔 小姐 你 你的一切痛苦都是我造成的 是我丁四对不起你 是我害你成了孤儿 害你失去了一切 你放心 老爷夫人的仇 我一定会报的 等我杀了秦莫阳 我会向老爷夫人以死谢罪